今天我们用鱼热和螃蟹来做没有添加的手丝蟹柳棒 味道鲜美,方法也简单哦 先准备两条解冻过后的巴刹鱼柳 还有三只比手还大的鲜活缩子蟹 剪掉馅茄,我们来做真正有蟹肉的蟹柳棒 去掉蟹壳,剪去蟹筛 把不能吃的部位全部处理干净 剩下来的蟹肉,准备一个小勺子,慢慢地给它抠出来 抠着抠着,一半水一半肉 大钳子剪开后,给它扣干净,一点也不要浪费 这样就得到一盘200克的蟹肉汁水 洗干净的巴刹鱼柳,切成小块,两条大概是500克 和蟹肉一起放进绞肉机里面,高速搅打60秒钟 搅成这种鱼肉跟蟹肉的混合肉泥 然后加入三个鸡蛋清 我这个鸡蛋是比较小的,如果大鸡蛋就用两个蛋清 加入白糖,食用盐和胡椒粉 少量的淀粉,给它往一个方向 快速搅打360秒 接着准备一张比较厚一点的保鲜袋 从中间剪开一份为二 铺上一勺半的鱼肉 用刮刀,慢慢地不平整 稍微厚一点也没关系 然后再用刷子,刷上食用色素 或者自己在家里面榨个甜菜汁 也可以用红曲米粉,给它加水调制而成 放到蒸屉上面 水开再上锅,蒸上6分钟 熟到后整张拎出来 这个蟹肉饼要稍微给它降温 再分成四份 用刮刀轻轻刮下来,就不会破散了 反面朝上 用刮刀轻压成细纹 这样吃起来也非常方便 做成手撕的 卷起来 一个个的手撕蟹柳棒就做好了 自己做没有任何的添加 味道和外面几乎一模一样 浓浓的蟹肉味 也没有添加过多的淀粉 吃起来的口感就是鱼肉蟹肉本身的滑嫩鲜美度 手撕下来非常方便 早餐做个蟹柳滑蛋 做个三明治,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也喜欢 可以把这个视频点赞收藏起来 在家里面试一下哦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我是夏妈 下次再见 再见